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熙,那么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接着来讲第四章电子支付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网络支付 那么在前面呢,我们讲了一下支付和支付系统,以及讲了一下电子支付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来讲网络支付 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啊 首先,网络支付是网上交易的关键部分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网络支付 因为它是网上交易的最关键的地方 第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条件特征以及网络支付的安全性问题 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一些网络支付的这种方式 那么呢,我们说我们在进行网络商务交易的时候 就是在电子商务的时候呢,必然会涉及到支付 我们说电子商务有三流,对吧 我们说有信息流,资金流,还有物流 那么涉及到资金流这一块,那么就涉及到支付这个事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电子商务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诶,信息流能和资金流合一 就是说,我当我信息流完成的时候 我的支付这个基金流也已经完成了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必须要 要依靠什么呢 网络支付来进行支持 我们说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网络支付 那么在这块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网络支付什么叫网络支付呢 诶,我们说,它是通过第三方提供的这种支付接口 进行的一种即时支付方式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金呢 直接从用户的银行卡换到网站的账户中 然后呢,马上就到账了 所以说呢,对于网络支付来讲 它指的是什么呢 参与电子商务活动一方,向另一方付款的一个过程 那么它就是通过的嘛 网上的当事人,包括消费者,商家和金融机构 通过安全的电子支付手段 而且是通过公用网络 这一点很重要啊 我们说,什么叫网络支付 我们说这个公用网络是网络支付的一个基础 那么如果不是通过公用网络 我们是以前说的 诶,我们通过银行的专网啊 那么这种网络,其实我们说以前就有了 它并不叫网络支付 它只叫电子支付 那么我们说的网络支付 一定是基于公用网络的 比如说Internet啊 那么这种 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网络支付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它的购物方式 我们说这个网上购物啊 它有两种付款方式啊 一般来说在以前 一种是拖网 就是说,诶,我这边网上只是下单 然后支付的时候呢 我是在网下来进行的啊 那么另一类就是网上直接付款的 这种网络支付的方式 所以说这个 在交易过程当中啊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支付问题 那么支付当中 比较关键的就是安全问题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电子支付或者网络支付 是我们这个电子商务当中 得以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说 要想完成网络支付啊 特别是以开放的Internet为基础的 这种在线的这种电子支付 那么从技术上来看 诶,我们需要四个必须的条件啊 这是必要条件啊 并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哪四个条件呢 第一个 我们要有商家的系统啊 客户的系统 支付网关和安全认证 那么这几个系统都有了之后 诶,我们才能完成这个网络支付 那么我们看 这个网络支付的特征都有哪一些啊 第一个,它和传统支付的本质不同 对于它的所有一切都是数字的 那么我们以前可以采用现金或者支票 这个在最开始我们讲 对吧 票据和现金 它其实都是物理的 那么我们说网络支付 它都是数字化的啊 那么这个呢 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它是基于Internet的啊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VN或者VPN啊 但是基本上来说 它是基于Internet的 它是一个开放的这个网络环境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包括一些社会上的基础设施 才能实现 比如说信用卡公司 比如说ATM 比如说这个自动清算中心等等 那么我们上来讲了那么很多的不同的这个 这个系统是要支持我们才能达到网络支付这一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说Internet这个访问费用很低啊 而且使用方便啊 内容广泛等等 那么我们说基于Internet 它比传统电话更加方便 快捷高效 而且还经济 我们说电话 现在虽然电话的这个资费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依然没有互联网的资费便宜 对吧 我们说现在我们办一个电话的套餐 哎 我们可以打电话 对吧 那几百分钟 甚至几十分钟几百分钟 但是这个依然很有钱 比如说就算是你几百分钟 你花一百块钱 那每分钟其实也是还挺贵的 但是呢 我们想一想 转换成流量来讲 我们只要花几十块钱的流量 那么就是几十G 对吧 那么几十G的流量相对于来说 我对于网络支付来讲 它就很经济了 对吧 我们说它这个费用 相当于传统费用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几百分之一 所以说我们通过网络支付 费用很低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说 传统支付要求完整性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说网络支付还要一些 一些什么可接受性 那么适用性 密明性 效率等等 那么但是说数字货币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说 我的数字货币和其他类型的货币 这种可兑换性 安全性 怎么体现 他就说 我比如说买比特币 对吧 那比特币 它和我们现在的人民币 它怎么能不能兑换 怎么兑换 哎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网络支付 还有很多方法 很多不同的类型 那么网络支付 要求很多的这种技术支持啊 我们说这个支持 我们讲了很多 对不对 密码啊 软硬件加密啊 解密系统 防火墙啊 包括我们以前讲的这种CA啊 包括这种PKI啊 等等 我们说这些 其实都是完成网络支付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技术支持 这是需要技术支持 那么所以说对于网络支付来讲 它有很多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要考虑啊 那么安全性的问题 主要在哪呢 第一个保密性啊 这个保密性 其实就是说 哎 我们说什么叫保密性啊 就是说哎 信息不被窃取 窃取无法破译 对吧 那么这种一般我们通过加密来实现 那么完整性 那么完整性我们说了 对吧 一个就是信息没有被篡改 而且没有被重放 而且这个信息才是完整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其实可以跟很多方法来表示 来完成 对吧 我们以前讲过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签名来实现 它的完整性 对吧 那么不可抵赖性也是一样 我们说对于网上交易 还有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双方并不见面 先是有些说达不成一个相应的一个必须的信任 这时候怎么办呢 哎 为了防止一方对这个交易进行抵赖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可抵赖性的问题啊 那么这里头我们可以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啊 我们可以通过证书来部分的支持 对吧 我们像我们以前讲SET的部分 对吧 我们PKI的部分 对吧 我们是部分支持不可否认性 它只能提供支持或者证据啊 那么这个是不可否认性的问题 然后就审查能力问题 对吧 我们要双方有足够的技术手段 来确认交易人的身份 并且呢 来进行他的这个能力的审查 那么如果数据发生问题以后 我要进行审计啊 那么这个呢 是审查问题 然后就是有效性的问题啊 我要保证啊 所传输的数据 在特定的时刻 特定的地点是有效的 所以说我们见证了很多不同的 这个为了保证安全支付的这种协议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 SSL协议 SET协议 PKIDSS协议 那么这些协议 其实都是为了保证 我们的网络交易 网络支付的安全性 可靠性 完整性和它的有效性 所以说这是它的安全性的问题 那么这是电子商务 它网络支付的 说到的一些安全问题啊 那么我们说 对于支付方式来讲 我们说网络支付 其实有很多种的方式了啊 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啊 它的根据支付过程的时间点的不同 我们整个的网络支付 可以分成三种形式啊 就是预支付 实时支付和后支付 那么什么概念呢 预支付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先付了款 然后后消费 对吧 那么我们说现在有很多这种手机卡啊 那么现在很多手机卡是充值的啊 这个可能比如说一些神舟型啊 或者一些卡 它现在是充值的 你充了多少钱 你能打多少电话 但你钱没有了 你都打不了电话啊 这是这种 呃 这种充值性的 那么它是后消费的 那么先消费是什么呢 哎 先支付 预支付是什么 哎呀 这是这是那个啊 这个叫做 那个先交费 对 那么还有一些是后支付 就是说我先买了之后后支付 比如说啊 除了信用卡之外 比如说有一些手机卡 打个比方 哎 有些手机卡 比如说全球通 那么全球通的手机卡 它是和神舟腾 神舟型是不一样的 对吧 全球通是你先打电话 我每个月几号 比如四号或者五号来交钱 那么你这时候呢 是先打电话后交钱 那么这就是这个后支付啊 那么还有一种 也是更多的一种 就叫做实时支付 就是说我当时交易 就当时付钱啊 比如说现在我去买个菜 对吧 或者我去买个什么东西 我这时候呢 我用微信或者支付好刷脸 或者是刷卡 刷这个二维码支付 那么其实通通帮这个实时交付 当你这边刷了卡 那边钱就到账了 所以说根据你这个支付的 这个时间点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整个支付过程 分为预支付 实时支付和后支付 这三种形式 然后呢 我们看看 哎 其实到了现在啊 我们说往世界上通用的 这个支付方式啊 已经不下几十种了 那么我们根据在线传输数据的种类啊 可以分成四大类啊 大概来说分成四大类 第一个使用信任的第三方啊 那么第二个传统银行转账结算的一个扩充 第三个电子现金系统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哎 现在比较火爆的区块链啊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啊 使用信任的第三方 这个最简单 就是说以前最早出现的就是这种方式 比如支付宝 他其实就是使用信任的第三方 什么概念 我要买东西 对吧 我我这个时候呢 我是有第三方作为一个中间商 那么先把钱放到第三方 那么完成之后 确认好了之后 第三方再划给这个卖家啊 所以说呢 最早的这个第三方 或者典型的第三方 就是first watcher啊 那么这种取种当中呢 其实网上传出的信息呢 甚至可以不加密啊 因为真正真正的这种交易啊 这种划账是在线下离线实施的啊 但是这也是个缺陷啊 就是他不是个实时完成的 那这是个 这是个问题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传统银行转账结算的一个扩充 比如说信用卡和支票啊 电子信用卡和电子支票 这一块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客户在商家买东西之后 要通过电话 或者是那个网络来通知这个信用卡 来接收这个信息 然后呢 叫对之后才能完成 比如说赛博开始或者我们说 Visa和Must Card 我们讲过的这个Sight协议啊 他就是典型的这种卡机支付 我们说就是基于信用卡的这种典型的支付系统 然后我们说卡机支付 那么目前来讲 这种卡机支付是这种B2C 这种在线交易的主流方式啊 虽然可能你不用信用卡 但是你要进行这种网络支付 你一定要有一张卡啊 信用卡也好 还是这个借记卡也好 你总要有一张卡来连着你的账户 就说你要有一个账户 来把你现实当中的钱 来划到我的虚拟账户当中去 然后进行支付啊 这就是一个传统转账结算的一个扩充啊 第三个就是电子现金 那么电子现金其实和我们现在说的这种信用卡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卡 那么你交通卡里存的钱 他其实就是钱本身 说得不好听的话 就是他的钱一样会丢 对吧 那么你说我微信支付宝里的钱 我基本上不会丢 我微信支付宝的信用卡丢了 不表示我钱丢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 呃叫做什么 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那个公交卡丢了 那你的里头钱也就真的没有了 所以说这也是电子现金啊 电子现金其实有好多种 这里我们就不主要来介绍这个电子现金这一块了 那么这是电子现金部分 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区块链系统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 我们说在以前这种系统啊 他其实都要借助于可信赖的第三方 你不管是这个第一个支付宝也好 你还是什么 你还是比如说你的信用卡也好 那么信用卡其实你的第三方就是你的银行 就是你的发卡行 对吧 那么所以说他都是有心理的第三方 所以说他是受制于基于信用的模式 我们说我们最开始讲那个支付系统的时候 我们讲过对吧 那么之所以产生了货币 他是基于什么呢 其实就是基于信用 对吧 我之所以相信这个钱能用 对吧 那是因为我相信这个政府 啊 我们说最最最最毛钱的那个对吧 那个国家对吧 那么他的钱其实已经很毛了对吧 一百万还当当不了一块钱是 那么这就是信用崩溃造成 所以说这些都是要基于信用的 但是我们现在说 最最近这个特别火的这个区块链系统 他是不基于信用的啊 那么我们说他是和传统的事实不一样的啊 你看我们传统啊 传统支付系统 商家对吧 第三方机构 然后呢 这时候是消费者 对吧 那么所有的这个你的交易信息 是记在这个第三方机构的账本当中的 对吧 那么这个是这样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他是基于信用的第三方的 但是七块链系统 比如说比特币啊 这种哎 他是不基于信用的 就是说我可以双方互相 谁都不信任谁 但是我依然可以达成一致的双方交易支付 不需要第三方中介的这个参与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就是区块链系统啊 那么这些区块链系统来说 哎 这是商家 这是消费者 我把这个这个消费记录发过来之后 那么我不需要任何一个第三方 那么整个东西是在系统来保证 这时候不需要基于信用 那那么为什么他不基于信用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我们看啊 哎 那么区块链是个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 那么通过去中心化 去信任的方式 来维护一个可靠的数据库的一个技术方案 那么这和我们完全不同 我们以前不管是基于银行 还是基于第三方信任机构 比如说银行信用卡 还是支付宝 他都是一个中心化的 那支付宝是通过支付宝 对吧 银行是通过银行 他是有中心的 但是区块链 他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 他不需要中心 那么他为什么呢 他是把这个所有的数据啊 都是放在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当中 那么分布式和我们单纯说的这个分布式系统还不一样啊 他体现的不单单是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啊 不是只是把数据存储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说以前说的 我们正常来说的这种分布式的数据库 指的是哎 我所有数据库 比如说我建的数据库 对吧 我是支付宝啊 我是那个那个什么财富通 我的这个数据库呢 其实是我建的 但是我可以分布在不同的机器当中 甚至异地去存储 那么这是分布式的存储 那么我们说这个区块链呢 他不同在于 我的数据也是分布式的记录了 就是说 我不单单是由我的支付宝来记录 我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要来维护我的数据 这个记录的 所以说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么从技术来讲 角度来说 哎 这个区块链技术 它是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啊 它是多种技术整合的结果 那么这多种技术造成了 我们目前这个区块链这种特性 我们看它有哪些技术啊 它的特点啊 第一个 它是交易双方是透明的 双方是密明的啊 那么它的运则运换规则是什么呢 哎 所有的数据信息也可以是公开的 对每一个节点都是可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节点都要保存我的数据 但是节点之间不需要公开身份 所以说每个节点参与是密明的啊 为什么可以密明 我们说就是由于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对吧 我们的非对称加密算法 只要我有于我自己的私钥对吧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只要知道你用我的公钥加密的东西 我能用我的私钥解开就可以了 所以说它是可以命名的 然后呢 所有的数据是不可篡改 并且是可以追溯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是什么 我所有的数据都是分布式存储的 我所有的记录都是分布在每一个节点当中的 这个整个这个区块链系统有多少节点 多少个节点就保存着我的数据 当然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改 你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有百分之超过百分之一的节点 同时修改百分之五十一啊 就超过半数的节点 同时修改才能完成 而在现实当中几乎不可能 对吧 因为这个代价特别特别的大 而且它通过密码学的方法 把先铃两个区块进行串联 我可以追溯任何一笔交易 就是说在区块链系统当中 每一笔交易都是在所有人的所有地儿存储的 所以说你要改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可以从在每一个区块当中 把你的交易给它回溯到第一个交易 那么所以说区块链系统来说 它总的来说 包括这些 但是不止于这些系统 这些技术啊 包括了密码学技术 包括了控制论 博弈论 分布式系统 以及记账技术 这些 那么在这一章当中 我们在这里不讲这么多 我们也讲不着这么多 和我们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只讲和我们支付和密码学相关的一些地方 那么我们看 打比方 你要是以前这种非G块链的系统 你要买一台电脑 要是在某宝上要买一台电脑 OK啊 你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电脑之后 把这个钱打给支付宝了 对吧 那么支付宝之后呢 它收款之后 支付宝收到款项通知 钱已经到我这了 你可以发货了 卖家就发货了 卖家发货之后呢 这时候等着物流过来 当你确认收货之后 支付宝再把钱打给卖家 那么整个的交易过程我们看啊 虽然好像感觉只是你和卖家在做交易 其实你们不要忘记哎 这个时候一直有支付宝在其中作为他的支撑啊 你们的所有交易都是围绕支付宝展开的 如果这个交易支付宝系统出了问题 那不但你的钱拿不回来 卖家也拿不到钱啊 所以说其实你有时候想想这个地方也是挺可怕的 对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把钱都存在支付宝里 那不管是余额宝还是哪里 对吧 那么想想 一旦整个阿里巴巴的系统失效了 整个支付宝崩溃了 那你就完蛋了 你所有钱都没有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当然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们相信支付宝 他的这个栽被系统很强大 他不但有一个数据 还有多个备份的数据库 一个数据库被毁掉 另外还在 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 你的所有的数据 其实都保存在支付宝系统当中 如果支付宝不承认你了 那么你这些钱就都没有 对吧 没有问题 这就是传统的系统 那么考虑到区块链系统就是不一样了 哎 他本身没有一个中心 不像支付宝里有个中心 对吧 那么他是这么个概念 比如说我要把钱给B 对吧 那么我说 我是A 我接了一千块钱 一百块钱给B 那么那个B呢 他说哦 我是B 我A接了一百块钱 他在大地上涨了 那么所有这个系统当中的人 甲爷丙丁 路人甲路人乙 路人丙丁 都听到这句话了 他每个人拿个小本记下来 谁谁谁 甲 A 借了 B一百块钱 都记下来 那么这就是分布实际上 那么任何一个人说 比如说B说 我没有借A的钱 每个人都可以说 我记了啊 你其实记了他的钱 除非打了比方 我们这时候其实网络上也是实行的什么少数服装多数 你要是厉害的话 你买通51%的人说 哎 对 B没有借A的钱 那确实就没有借 但是代价是你要把51%的人都给买通 当然还有一些习系列的技术问题要解决 但是基本概念是这样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么区块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区块谁来记录啊 比如说哎 上一句有个232对吧 然后你这边有人说话了233 然后他给记下来了 然后下一个人234 又把上一句记下来了 哎 这就是Tracla模型 那么区块量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有一个区块 区块都有区块的编号 然后有时间 有场合 有上个区块的哈希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 就是他的具体的区块记录的信息 就是每笔交易的这个 这个相应的信息就记录在这里 那么有人就说了 为什么我要帮你记录呀 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呀 我要帮你记这些话 哎 这就不是有个激励 奖励机制啊 那么在比特币当中就说 哎 谁能拿到这个记录 记账权 谁就会得到奖励啊 那么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 对吧 那么 在你说一句话的时候 会有好多人在记啊 那么 不同的人 听到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到底怎么样来出现这个问题呢 哎 我们说这有一个事情 对吧 就是区块链出来了 我会看到哎 这有一个分叉 这有一个分叉 那么到底哪个分叉是对的呢 哎 这就是我们说的分布式的同步问题 啊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区块当中最常见的一个败战亭将军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败战亭将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对吧 就是说在一堆人互相之间彼此都不信的情况下 比如说有十个败战亭将军他们要围攻这个城市 比如说围攻耶路撒冷 对吧 那么要围攻耶路撒冷之后 因为耶路撒冷本身也挺强大的 他要反对 那么只有这十个将军都超过半数以上 才都去同意一个事儿 同时进攻 同时或者不进攻 他能够胜利 比如说如果说有一部分人没有进攻 那么就没有办法取得胜利 但是这每个将军当中会有叛变的人 对吧 有叛变的人 他们互相之间是完全不信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是忠于谎 罗马帝国的 对吧 都忠于败战亭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 怎么样在没有信的情况下能达成一致 这是一个比较负担的事儿 感情同学可以自己去查 网上有好多介绍这个事儿 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这些数据分布是记账的问题 但从区块链来讲呢 我们很简单就是一个新交易 创建之后 那么它是通过P2P网络来进行传播 那么到一定时候呢 达到一定要求 比如说五个六个区块都得到验证之后 我们说交易就得到验证了 那么验证的结果之后 再通过P2P网络传播 最后写入账本 当交入写交易写入账本之后 那么再想改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我们说这个时候就已经确认这个交易了 所以说对于区块链来讲 它其实它的交易确认 这个支付并不是马上达到的 而是要经过一定的传播 达到一定的传播长度之后 我才可以确认的 我们说这就是区块链的一个创建 我们来看第一步啊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笔交易 我要把一笔钱或者是一笔钱 发给另外一个收者 这个和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啊 那么A要把钱付给B 对吧 那么A就要用它的私钥来对上一次交易 它得到那个钱来做一个签名 然后呢把它说成一 做成一个数字签名 附加在这枚货币的末尾 因为我要把这个钱 这个这一枚比特币付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我要就要签名啊 上次谁给你呢 我要就要签名之后 说明这个钱是我的啊 然后我要给他啊 这是这个 那么怎么发给B呢 我们说A 当时说怎么把一个东西发给他呢 很简单对吧 以接收者的公钥来加密就可以了 所以说是以B的公钥来加密 发给就是发给B了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交易这个钱 就只有B 它有私钥才能解得开 啊这是第一步啊 那么第二步呢 A就把这个交易单 广播至全网了 那广播至全网 其实相当于把比特币发给了B 因为这时候 每个人都收到这个 广播的这个信息 但是只有B能解开 就说别人收到了这个东西钱 但是用不了啊 对吧 我们说他没有B的私钥 对吧 他解不开 但是每个金钥收到他之后 就会把这个信息 纳入到一个区块当中去了 啊 他去了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对于B来讲 因为他A广播到全网之后 每个人都收到了 对吧 哎 其实B马上也是收到 但是他能解开 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他就就能看到这个钱 哦 已经到我手里了 但是这时候他还不能用 因为没有得到全网的确认 那么所以说一笔比特币 从支付到确认 要有六个区块确认之后 才能真正确认到账 有六个人确认之后 因为他呃 这个地方不给大家戏出来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这个确认呢 是靠的这个链 最长的那个链 来进行确认 那么有六个链 确认之后 那么这个链已经很长了 别人再赶上他就很难了 所以说要走六个块以后 才能真正确认 好 那么第三步 然后每个节点就开始去解这个难题了啊 来获得这个创建新区块的潜力 啊 那么这时候呢 新的比特币又会产生 那么这个值是什么值 我们讲 我们以前讲过哈希算法 对不对 那么哈希算法 要想产生相同的值 我们说是很难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也是挺难的 那么这个算法其实 它是这样来做 比特链系统当中是这样 用SHA256 就是说哈希值 安全哈希值256算法 会产生一个256位的散列值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它要满足一定的桥界 那么桥界比如什么 哎 我要求前20位均为0 那么我们知道啊 对于一个哈希值256位 前20位为0 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 对吧 但是我们要求的并不是唯一解 只要你是可行解 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啊 当他找到这个解的时候 哎 我就把这个所有这个区块 广播到全有全有网当中 所有的盖 这个都要盖个时间戳啊 那么为什么盖时间戳呢 我们还记得时间戳吧啊 时间戳我们在那个PKI当中讲过 对吧 时间戳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记录的是什么 哎 当前时间到1970年1月1日0点0分 啊 他的毫秒数 啊 那么为什么盖时间戳 就是看谁先 谁先找到这个值 谁就能拿到这个新的权利 就能得到奖励啊 这是这样的 那么在比特币当中呢 我们要五个节点以上 获取时间啊 以中间值的方式来做时间戳 那么我说 其实这个时间呢 他是表都是不太准的 对吧 那么他都要对表 那么可能网络上的表 会有一点细微细微的察觉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以平均值来做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 第五步 全往其他节点来核对 这让是不是正确啊 如果跟我这一对 哎 没问题啊 他前面所有账都对的 那么这时候他就开始 把它作为一个区块 然后去竞争下一个区块链 这就是一个合法的区块链了 这个区块就已经固定好了啊 那么对于他来讲呢 我们说的区块链系统当中 我是要设定一个大约的时间的啊 我们创建时间大约在十分钟左右啊 那么这就是因为这个 整个这个区块链系统的这个算力是不断变化的 有时候这个加入有时候那个加入 特别是比特利比特币来说吧 有人会去买一些挖矿的机器就加入了 有人可能给我算完了 我够了 我就把机器换掉了 那么所以说 我的全网算力是不断变化的 那么这时候呢 他要根据这个算力的不同来来调整啊 算力越强 他就给调大一点 算力减弱 他就给调小一点 所以说保证什么呢 保证每个区块的生成时间是十分钟啊 这就是他的一个这个概念 就是保证大家在十分钟之内就能创建这个区块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整个区块链是有全球统一的一个公开的数据库 可以用于记账 当然我们说区块链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对不对 有很多不同的区块链 那么最有名的其实是比特币了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 现在我们有很多啊 那么他都有一个创世的区块 这个最开始的区块 然后随着每一笔交易增加 我就增加的区块啊 也就是说增加了一个账业啊 他是不断的增加的 那么整个区块我们可以看到这啊 他是这样构成的 下面是所有的交易数据啊 那么交易数据其实通过命要加密的啊 我们刚才说过了 那么他这个区块有一个 包括上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还用来连接这个区块连接 完了称成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呢 就是用来实现我那个哈希算法的那个随机数 一会我们再说啊 这个随机数干什么使的 那我们看 这个道理这个区块生成 我们看啊 这是一个账本 对吧 账本上写的是付款人 啊 H,I,J,K,M,M,N 付款给谁呢 收款人是A,B,C,D,E,F,G 啊 那么来源账不得几页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他就有这么一个交易清单 那么交易清单每一个清单 他都有一个负哈希的一个值 就是说他的上一个区块 整个这个区块会产生一个哈希值 他要记住下来 然后他会有一个幸运数字啊 比如看哎 钱多少位都是零啊 这是可以 然后他会产生一个幸运数字 其实不叫幸运数字 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 Nonsense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Nonsense吧 对吧 就是Number is the once 就是说一次性的用的实际数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全网来争夺这个聚奏权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看啊 这就是他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区块头 块的高度是多大 然后头哈希就是一个256位啊 大家看啊 这是个256位的值 中间有省限号啊 然后呢 负哈希是多少 哎 他的负哈希就上一个哈希 然后有个Merc Mercaly Mercaly根是什么 这个我们一会再来解释 然后时间戳啊 难度是多高啊 因为他要算 最后就是你的随机数啊 那么这个随机数呢 其实就是说 他是记录解密该模块的答案的一个值 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把他负哈希 整个我所有的哈希 这个我所有的交易记录 然后呢 加上我这个Nonsense这个值 通过SHA256的算法之后 就会产生符合我的要求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还 比如说像这个啊 我要说钱多少位是零 哎 就是该这个用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有时间戳 有难度值啊 就是说我现在做的难度是多少 那么什么叫这个Mercaly这个Tree 它就是一种哈希的二叉数 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数据验证 完整性的这么一种方法 我们看 什么叫做哈希值 其实很简单 Mercaly值是什么概念呢 打个比方 我这个我这个系统当中 一共有30个记录啊 那么我就把它全部给算过来啊 每两个每两个产生一个哈希值 每两个记录产生一个哈希值 然后呢 就不产生了第二层的哈希值 然后这第二层再每两个产生一个哈希值 再每两个产生一个哈希值 二叉嘛 所有都分成两叉 最后到最后形成一个哈希值 所以说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哈希值包括了全网所有哈希值的信息在里头 所以说你要改变它的这个Mercaly跟这个哈希值 这个这个地方 那么你需要改动的是什么 全网所有的交易 因为这里每一个哈希值 其实都是每一笔交易的什么哈希值 所以说你要想改它就很难 它要求是所有非叶子节点的value 使它所有子节点的组合计算的哈希值 所以说你任何一笔交易信息的改变 都会使它的Mercaly跟的这个哈希值发生改变 通过它 我就保证 其实你没有办法来改变我的交易 就是说这个交易只要被确认 你就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你要改一个交易 你要把所有在这个交易之前的所有交易 全部的改变过来才能完成 所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它是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止篡改的 这就是Mercaly跟 那么总的来说 其实区块链系统就是通过这个哈希算法 然后呢 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一起来完成的这么一个这个什么就支付系统 那么当然我们说这是我们从密码学的角度来讲 那么其实还有分布式记账和记账问题 就是比如拜占庭问题 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 我们知道其实它的交易是通过我的这个哈希值来进行签名的 然后发给谁这个这个钱付给谁了 就是用谁的通用来加密 那么怎么样保证大家这个交易不被否认 或者是不被不被那个抵赖呢 不被篡改呢 是通过全网每个人的记录来保证的 而为什么怎么来保证这个每个记录不会改呢 其实它有个Mercaly 这个Tree就是二差数的这个哈希值 它把每一笔交易的值都两两的进行哈希值 最后生成一个值 那么你要想修改这个记录 其实你要修改所有的记录 这就是这个这个他的这个 在这个密码学和这个支付方面的一个概念 啊 至于分布式记账系统同步问题 我们在这就不讲了 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区块链系统 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呢 可编程货币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完成这个支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 那么用的更广泛就是区块链2.0 哎它其实可以实现可编程的经济 我们不单可以付款 还可以买股票债券啊 期货啊贷款等等 哎这个经济都可以来干 那么到区块链3.0 其实就可以这个在这种自治和管理上 就是可编程的社会啊 我们政府啊 健康啊 科学比如说我的履历 我也可以是区块链 对吧 那么我的病例 我也是可以是区块链 那都可以是区块链啊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个去中心化 我们不需要任何一个中心化来管我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被管理中 也是都会去管理别人 那么这个其实比中心化更好 因为全国的人都在看你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你 你并比一个中心来看着你更难啊 所以说对于区块链系统 它是一个可以从货币到经济 甚至到整个社会都进行一个去中心化 去信任化 特别是去信任化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不需要信任第三方 我就可以完成这些工作 因为每每个人都会来帮我记录 那除非全网全系统的 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来反对 我才会改成 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就是区块链系统 那么区块链系统 其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多啊 整个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 从底层到应用 都有人在做 那么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可以看啊 那么所以说总的来说呢 我们说电子支付啊 有很多手段啊 概括起来可以分成四个大类 电子货币类 比如电子现金 电子钱包等等啊 电子信用卡类 就是卡机支付啊 那比如说我们说的SET协议啊 PKDSS协议等等 那么还有电子支票 对吧 和电子汇兑系统啊 有电子汇款系统等等 然后我们说还有个区块链系统 目前使用比较多的是电子货币 和电子信用卡啊 电子支票 电子汇兑系统 其实也在应用 但是区块链系统 现在还是部分的在应用 而且没有达到实用东西 比如比特币存在 那么好多种比特币存在啊 但是呢其实他和我们现任当中 还要需要转换 并不能像音信之宝上 直接就在运行啊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网络支付的一些方式啊 好吧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把第四章的内容讲完了啊 就是整个电子支付 我们都了解了一下 从支付支付系统 到我们的电子支付 到我们的网络支付 我们都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一章呢我们继续来 欢迎大家来继续 那学我的课程啊 再见